來到第二節,繼續和大家電影率先看 剛才說完一些動作片 在中秋節其實都是另類的選擇 有一套剛剛在日本都叫做很Hit的動畫 就叫《煙花應該和瑞康》 這套戲其實在日本的票房居民都不太差 我覺得那種風格有點像《李的明治》那種什麼戲 我入場看之前 其實在《李的明治》紅了之後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同類風格的一些戲上話 譬如之前有《星之營》和《謝謝你在世界國落中找到我》 我想這幾套戲都因為《李的明治》紅了之後 才可以很大型地上畫 來到這套《煙花應該和瑞康》 就直接被安樂那邊發行那方面 上個星期,我看的時候,不是節目出現的 應該是上個星期 就在《玉的明治》那個《迷花》的開幕電影 就包起了全場播放的這套戲 其實做到一個勢好像很誇張 但實際這套戲是否真的好像《李的明治》那樣好看呢 其實這套戲是改編至《岩井進義》的一套同名的 真人短編的戲,我沒記錯 其實雖然日本的票房不錯 但在日本的評價都只不過是一般的 你都不要想像《謝謝你》或者《李的明治》那些戲這麼誇張 我自己看完感覺都是普普通通 那故事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說在日本的一個地方 將會有一個煙花的大會 那一班男主角和那班朋友就有一個念頭 其實如果煙花爆發的時候,由側面看 那這個煙花到底會是圓還是扁呢 那一早他們就遇到,男主角就遇到自己所謂的心目中的女神 就跟他們說,在游泳 你們一起去做一個游泳比賽 那誰贏了就跟你一起去看煙花大會 那怎料男主角就輸了 那他朋友就贏了 那令到女主角就約了他 那她說,今晚一起去看煙花大會 那怎料去到後來,她的朋友竟然縮沙口 那男主角去到她家門口就發覺 原來那個女主角其實是想離家出走的 那男主角救不到她 就覺得她很不開心 意外地回到以前 去到一個時空交錯的過去 企圖很想在過去改變現代 但她發覺不斷過去 其實她都改變不了什麼 只不過是不斷時空交錯 不斷回到去 但其實也不太能救到女主角 那個故事就是說 男主角不斷返回過去的時候 她所遇到的一些經歷 其實整套電影 聽下去 因為我自己挺喜歡玩時空交錯的電影 但其實看上去 整套電影和時空交錯 這件事其實是關係不大 雖然說她不斷時空交錯 她玩了很多 我也沒有記錯 因為我玩了四至五次 但其實她改變不了什麼 而且她每一次改變也沒有帶動到一些劇情的發展 如果你說同類的題材 我自己最喜歡 始終都是穿越時空的少女 她那一套都是玩一些時空交錯 想回到過去改變未來的一些故事 但始終這套完全拍不到那種風格 而且我看完整套電影 我看不到電影的重點在哪裡 她到底是一個青春故事 還是想玩一些友情的故事 因為她男主角和她那幫朋友 其實都鋪排了不少 但到最後又沒有很深刻交代她的關係 你想玩一些時空交錯 改變未來的情節 就像我剛才所說 都不太能做到那種應有的效果 最後可能大家進去看 都想著會不會是一個愛情故事 但我覺得她和女主角之間那種關係 又不是很捨得很出 可能想像同類的愛情動畫那樣感動 這套是完全做不到的 我看完整套電影 我不能說是差 但又好像沒什麼特別感 整套電影都平平無奇 到底我看完這一個半小時 她的重點是想表達什麼 我想我看到差不多到最後一次改變過去 叫做有一點高潮位 可以令到我有一刻的感動 但我前那大半段 到底她想表達那個重點是什麼 她真的不斷回到過去了 但其實你的故事是想做什麼呢 這套電影又不是太差 你問我自己喜歡的地方 其實這套電影的畫工真的不錯 你看到很多 去畫很多日本的鄉郊的地方 甚至回過去一些比較奇幻的影像 去畫出來都幾突出幾正 還有結局的高潮位 那裏都有少許感染力 我剛才所說的 有少許感動 她說一些青春遺憾的故事 都寫得有一個不錯的感染力 還有一個blog那裏所說 你很毒的說話 你整套電影聽一下廣賴靈的聲音 雖然她不可以說配音特別好 但她的聲音聽起來真的幾舒服 所以這套煙花應該和誰看 不要抱著同類這種動畫的心態 我想你會比較接受到 如果你太高期望進去看 她是比較失望的這一套 說完一套日本動畫 就想分享另一套 剛剛在Sundance的電影節看的 就是《再見未了緣》 《Ghost Story》 這套電影其實在美國方面 它的氣勢是超強的 非常之好評 我早就聽過這套電影《九樣大明》 見到她在香港的Sundance 即是香港叫Sundance 電影節生命禮制 她當時馬上買票 都很幸運 因為她不斷加場 已經敷衍了一場又一場 我看過那一場都是全圓滿了 她未來12月2日都會加場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一看 說回Sundance的電影節 其實我這次算是第一次 真的自己買票進去看 之前電影公司方面 都請我看過一次 就是早前那個 星期五晚做一些比較暗色的電影 我看了一套叫做《暗中作客》 之前看完那套 火都來了完全整套 有八十多分鐘 看完就知道自己看了什麼 還有就算你說做正常的電影 有幾套Sundance都所謂很好的電影 我自己看完都感覺都只不過一般 所以我對這個電影節的期望 真的不是很大的 但是今次看完這一套 《再見未了緣》 整套電影我就真的很驚喜了 看完整套電影 故事說什麼 故事很簡單 就說男主角跟他老婆在一間郊外的屋裡 好像很和平地生活 一天男主角撞車死了 就變成了一隻鬼 從海報上看到 他好像拿一張床單蓋著自己 很傳統那種鬼的形象 在他那間屋裡離流 就不太捨得女主角 就自己有一種執念很掛著他 漸漸就發覺在這間屋裡 他所得到的 無論是女主角 甚至他那間屋 都逐點逐點去流勢 他一直流到這間屋裡 見證著很多不同的新入伙的人 不斷地轉 不斷地轉 就開始慢慢去反思 就知道自己留在這裏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他自己有一個少許的執念 其實很想知道女主角搬走之前 想些什麼 有沒有掛著他 但他發覺 由現代一直流流流流流 到未來 可能整個屋都發展到變成另一件事 他還不捨得走 整個故事主要是說 他在屋裡見證著很多不同的人 來來往往 坦白說 如果你打算看一套 有很明顯一個故事的流流的電影 這套可能你未必頂得住 雖然他叫《再見未了緣》 因為我自己看《入場》之前 我初頭以為是類似《人鬼情未了》 那一套戲 但你看看 原來這套 你根本不可以說是一套愛情片 因為女主角其實很早的 我想這套戲 沒半個小時已經沒有再頂著這套戲 整套戲真的只有一個鬼 在屋裡走來走去 甚至基本上整套戲沒有什麼對白 即是靠配樂和鏡頭去頂著這套戲 你聽過名字 英文叫《A Gold Story》 那這套是否一套鬼片 其實更加完全不可以用一套恐怖片的心態去看 因為這一套 我會這樣說 可以說是男主角這個鬼魂的成長故事 甚至完全沒有什麼恐怖場面 的確 初頭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套戲真的有點賣弄 例如說類主角是因為她老公死了很傷心 她是鄰居送了一個批給她 她很傷心坐在地上吃 你真是一個影頭直到鞋 然後吃吃吃吃吃吃了整個批 我想到差不多接近五分鐘了 到底有沒有必要 要去為了寫女主角不開心 就拍到這麼長呢 還有你男女主角有一套戲 說她倆在床上點來點去 你以為她真的想去上床 但又不是 她只是在那邊疼來疼去 但那裡疼了接近幾分鐘 這些場面有沒有必要拍到這麼長呢 我會覺得是有一點賣弄的成份 所以開來節奏很慢 一時三分未必能入戲 但當男主角真的變成一隻鬼 整件事完全不同了 越看越喜歡 這套戲如果不像鬼片 不像外情片 反而大家有些心理準備看 感覺有點像生命樹 或者天殺二降 即是Arrival 你不可以當它是一套很有故事性的戲 反而是想說一些緣分 甚至由那隻鬼遭遇 去說一些時間的流勢 你這一生人死了 你和女主角之間的緣分已經緣盡了 但當隻鬼發現自己 突破了一個時空界限 他可能想找回一個無盡的緣分 他對過女主角的那種思念 但找著找著 連他自己都開始迷失了 他想找的目標是什麼 甚至是 他很有趣的一件事 突然發現原來對面屋 都是另一隻女鬼 問女鬼你在等什麼 那隻女鬼都說 其實我都已經忘記了自己在等什麼 去到中段的時候 甚至會有一個角色出來解話 不斷想說回主題 到底你人生的目標是為了什麼 可能你在這一生可以做到很多很偉大很厲害的事 但你去到千百年後 都不會有人記得你是什麼 大家都可能是死了之後 層歸層歸層歸層 你可能有幾出名的人 可能免許有人會記得 你可能是貝多芬的一首歌 你可能會記得 但你實際這個人 已經開始慢慢在這個世界不存在了 去到最後 到底這隻鬼自己想去等什麼 都是一套戲想表達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我來說很喜歡這套戲 拍攝的鏡頭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整套戲大部份的時間都沒有什麼對白 即是靠他的鏡頭去講一下一些郊外的景色 以及他去了不同的家 不同的人的生活模式是怎樣 整套戲主要是靠這些畫面和配樂去帶動到那個氣氛 你聽上去可能好像悶一樣 但因為他拍攝的那首歌是非常流暢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整套戲 主要是講一些時間的流動 它是一個鏡頭 可能已經是1800年之間的一些時間的變化 是用一些很精簡的電影鏡頭去講這個故事 當日看的時候是有一個Q&A session 大家都非常喜歡 都是這樣問導演到底 導演講一些時間流勢的過程 導演都說他自己原來是由七歲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拍一套短片 其實他自己都是喜歡由這一類時間的方式去講這個故事 所以整套戲你問我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他的鏡頭的運用是非常簡潔 還有很有趣的是那套戲的畫面 它不是正常之16比9那類的鏡頭 它是用一些很正方形的比較細的畫面去講這個故事 變成了你好像令到觀眾更加有一種旁觀者的代入 去看這個鬼的一個成長的故事 所以去到最後你看整套戲好像沒有什麼劇情的起伏 但是因為他拍這個手法是比較都很流暢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越看越感動 或者這樣說這一類戲你不可以用一個很理性的角度去看 但是真的要看看你自己會不會找到自己所屬的位置 如果你找到的話 其實這一套戲是真的看得挺有感覺、挺感動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看一個鬼故或者看愛情故事 我想這一套就未必那麼適合你了 因為始終那個節奏都比較慢 而且絕對不是一套商業電影來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去看 這套10月2號都還有一場 到底是一套怎樣的戲 大家自己進去感受一下 這一節大概先講這兩套 到下一節又講另一套近期比較大爭議的一套戲 稍後再回來講